在你想要立刻现在马上折腾你相机的时候 请先看完我这期视频 2023年现在我真的是很多时候没有弄明白 为什么许多同学他觉得自己的照片拍不好 是因为你手里现在的相机 没错说的就是你 是因为它不够好 所导致我自己照片不够好的原因 所以我就要花更多的钱 一万两万甚至三万去升级手里的相机 从而获得更好的照片整体一个质量 我真的是没有弄明白 我是一名职业的自然风景和野生动物摄影师 照片和视频都拍 当然我今天主要是想和同学们分享一下 平面摄影师照片摄影师该如何正确的认识现在的相机 以及我在十几年的摄影生涯中 我现在是如何选择相机的 欢迎回到自然摄影师雷宇的龙门镇摄影联系剧 其实同学们发现没有 我从20年开始做这个频道 出了有160及170期节目了 我很少很少去聊器材 虽然我也明白聊器材是一个很有流量的事情 流量密码 但是我真的是不想给大家带篇 即使我自己流量少了一点也没有关系 因为我真的觉得在现在2023年一台相机影响最终成片的因素真的是太小了 我不是说相机不影响 但是这个比例真的是非常非常小 你只要现在买一个稍微新一点的相机拍摄出来 照片不够好 绝对不是因为这台相机的原因 我记得我在奇幻面影课程里边第二课器材那节课和大家讲过一句话 就是说你现在用15年前的加人5D2这台相机拍不好旅行照片风景照片 即使现在给你尼康Z8 索利HR5 加人R5 你同样也拍不好 这句话绝对不是白说的 当然我这里仅仅是指旅行摄影风景摄影甚至也包括人像摄影 因为这三个领域对相机的要求实际上是非常小的 当然其他领域比如说野生动物摄影的话 这个确实对相机会要求更多一些 当然这个不是今天的主要 因为看我频道的同学我相信大部分还是以拍旅行摄影风景摄影为主 我经常在我的节目里面在现场拍摄到一幅比较好的照片 然后弹幕这些或者下面评论你就说 这就是A1的威力 因为我主要是使用索利A1 这就是A1高画质纸机旗舰的威力 说实话我并没有贬低你的意思 如果你有这种观点 就是说A1画质就是最好的就是很好的 这张照片是因为A1才拍摄出来的 你如果有这种观点 真的是说一句不怕得罪你的话 就是说你可能摄影还没有入门 就这么简单 首先说一下我为什么一直使用索利的A1 因为我除了拍自然风景 我还要拍野生动物 而拍野生动物 我需要用到A1的每秒20张 甚至30张最高画质的连拍速度 而且我需要它的持续跟踪准确的追焦能力 还有一直拍摄 一直拍摄 不卡顿的能力 以及它的视频拍摄规格 比如说4K 120帧 8K 那么你拍旅行风景的摄影师们 或者拍人像的摄影师们 你需要每秒20张30张的连拍速度吗 如果你不拍视频 你需要这台机器吗 如果我是一名纯粹拍摄自然风景的 平面照片摄影师 我会明确的告诉你 我绝对不会选择它 我会选择索利A723 或者尼汉的Z7II来进行拍摄 因为这两台相机比这台机器便宜太多太多了 而且它出来的画质效果不会比索利A1差 甚至很多时候会比索利A1效果更好 相机它不是说越贵越好 每台相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就比如说我们拿照片的一个画质来举例 你要说那种鼠毛我放大放大再放大 那我告诉你索利A1作为索利的旗舰 它还不如索利A724和A725 如果你要比那种画质的细立程度 低感的纯净度 包括宽容度后期 你拉拖动啊 就是拉回来啊等等这些 那A1它还不如索利自己很多年前发布的 A7R3这台机器 也不如尼康的Z7II 也不如尼康很久远的D850这台机器 因为索利A1它的定位就不是一台以画质来著称的机器 它是一台 Hybrid相机就是综合机混合机 什么都能干的这样一个机型 还有一点有许多同学啊 就是经常问我说 雷总为什么不用中华服相机 中华服抵达嘛 抵达一级压死人 是吧 这里我就明确的告诉你 我们拿富士的50系列 首先来举例 它是一个中华服残服嘛 我告诉你 富士的50系列 它的综合画质还不如尼康的Z7II D850还有就是索利的HR3、HR4这类相机 综合画质还比不了 然后100系列包括100S 还有哈苏的那一台机器 它对比全画幅旗舰的话 综合画质会有那么一丢丢一丢丢 这一丢丢你记住啊 是放大放大再放大的一丢丢 细微细微的差别 确实它会比全画幅旗舰会好一点 这个我自己实测对比过 但是你要叫我为了那一点点细微 非常细微的差别 叫我放弃一台相机的易用性 对焦能力 追焦能力 反应速度 三方能力 等等 还有镜头 镜头是最重要的 因为中华服嘛 它的镜头比较少 有些我想用的镜头焦距根本就没有 但没有 我出去比如说我跑到新疆去 我跑到西藏去 我跑到欧洲 跑到非洲去 它没有这个镜头 我根本就没法拍 我没法拍弹和画质呢 而且呢大家知道中华服相机嘛 它并不便宜 你整套相机镜头下来的话 会比你购买全华服画质旗舰这种机器 可能你需要多掏4万到5万 甚至更多人民币的一个经济损失 当然我在这里说 我再次强调 不是说中华服不好运 我身边也有许多朋友用中华服 但是你在选择中华服之前 你需要掌握这些信息 你记住 不会因为你购买了中华服相机 你的照片质量就会有大幅的提升 这个完全是大错特错的 你用5D2你用5D3拍不好 你用中华服一样也拍不好 这个走到哪儿百分之百都是真理 好吧相信我相信我 那么到底什么东西会影响自己的照片质量呢 我告诉你 是你现场拍摄的经验 你要在现场知道如何构图 如何曝光 如何取舍等等 这些还有了你整体的一个摄影技术 在掌握了这两点过后 就是你自己的美学修养 俗称审美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是影响整幅照片 至少占90%以上的因素 那么如何提升自己在现场拍摄的经验 还有整体的摄影水平呢 很简单啊 看我 看自然摄影师雷宇的龙梦震摄影连异剧 因为我的节目大部分都是在现场和大家讲解 风景摄影 我在现场的一些拍摄经验啊 拍摄想法啊 思路啊 等等这些 当然这些因为知识嘛 比较凌乱 比较分散 所以如果你想快速的提升自己的摄影水平 作品质量 可以去看一下我的奇幻魅影风光摄影课程 一共19集正式的课程 从沙漠 山川 星空 海岸 森林 瀑布 这六大类我们风景摄影中最常见的场景 我全部在现场 一次性给你讲的非常清楚了 以及呢 这六个场景 后期我们如何来修图 因为数码摄影无法离开后期 但是我的这套后期修图办法是 傻瓜式的非常非常简单 特别适合那些 没有大量时间去系统化学习Fotoshop的人 因为Fotoshop嘛 你如果没有专门的时间去学习的话 用起来还是非常复杂 那我的这套办法就是用Nine-Long 就搞定了 傻瓜式的操作非常简单 只用到Fotoshop一点点 因为我自己修图 这些照片你看见的 就这样修的非常简单 我不说全部啊 我80%的照片 就是用这套课程里面的办法 这样修图就完成了 另外呢 除了19级正式的课程之外呢 我现在一直在免费的加餐 加根这套课程 现在已经来到20几课了 那最近我也更新了海浪摄影 专门的课程讲解 除此之外呢 我还会不定时的做 课程专享的直播 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 还有课程交流的群 以及呢 我之后马上还会做 购买课程的同学的摄影评片 就是说你把照片发给我 让我来点评一下 这张照片有哪些不足 哪些优点 以及以后要注意的事项 从而提升整体自己的一个摄影水平吧 所以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一下 只要188元 非常的便宜 绝对划算 其实很多时候 我觉得很多时候免费的东西 恰恰是最贵的 这句话慢慢理解 慢慢理解 你就懂了 好吧 OK 这个是打了一个广告 打了一个比较长的广告 抱歉啊 刚才我聊这么多 其实无非就是传达一种观点 就是说你不会因为你 又买了更新更好的相机 从而你的照片质量 就会有大幅的改善 这个是绝对的 但是呢 话说回来啊 同学们 话说回来 人生的意义 很多时候不就是折腾吗 是吧 我就喜欢折腾啊 比如说我 我有时候我就觉得 超过三个月 超过半年 我不买一个数码的东西 我手就痒 我就是这么贱 是吧 我就这么贱 就手痒心痒 我就要剁 我必须要剁 马上要剁 立刻 现在是吧 而且就是买不到的话 还全国到处去问 哪里有货 哪里有货 甚至有时候 加价 加价也忍吧 忍吧 这个是人生的意义 就是说你在折腾当中 寻找快乐 好吧 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啊 我相信 如果你是一名摄影爱好者 应该明白那种 想要剁手 使那种急切的心情 所带来的愉悦 但是呢 你在选择那些 像些品牌的时候啊 你如果预算不足 我建议你慎重考虑家人和尼康 我建议你选择索尼 这个不是广告 索尼它并没有给我钱 我暂时强调 我是从现实的角度出发 你说你就只有2万块钱 3万块钱的预算 你非要去选择尼康 你要去选择家人 你就要承担镜头 非常贵的经济的代价 你是否能够承担 就是你买个相机 你比如说 我看尼康Z72 只要1万多块钱 很好 我能承受 但是你看它的镜头呢 它的镜头很贵 家人也是同理 而索尼呢 它镜头群确实会非常庞大 而且有更多廉价高性价比的镜头选择 所以这个是现实 不过还是那句话 话说回来 有些人他就非常讨厌索尼 我就不喜欢索尼 我就喜欢尼康 我就喜欢家人 你非要叫他去用索尼 那也不现实 是吧 我们摄影主要是以开心为主 除非你是职业摄影师 但是看我频道的 我相信大部分 还是以摄影爱好为主 我们主要是开心为主 你说你用一个 我根本就不喜欢的相机 甚至是讨厌的相机 去拍摄风景 拍摄旅行 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不愉快吗 无论你买家人 买尼康买索尼 都能拍出非常好的 非常棒的风景照片 或者旅游照片 人像照片 不会因为它是家人 不会因为它是尼康 就拍不好照片 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 说到这里 可能有些同学会问说 李总你到底喜欢什么相机 什么品牌 我看你从尼康用 然后家人用 现在主要用索尼 你到底喜欢什么 我在这里明确地告诉你 我最喜欢尼康 好吧 我最喜欢尼康 但是呢 索尼它确实机器 我觉得易用性会非常好 兼容性也很好 而且因为它的镜头群比较庞大 所以我现在主要是用索尼 而且还有一些拍摄视频 和其他的一些因素 我不是纯粹的风景照片摄影师 并且还有一个更大的因素 就是说 只要这台相机能够让我拍出大片 无论是风景还是野生动物还是什么 那什么品牌对我来说 我真的是无所谓 我真的是无所谓 只要能拍到大片就行 其他一切都是浮云 OK今天这期节目了 我差不多就和大家分享了热力 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 就是说你千万要明白 你不会因为买了一台更贵更好更新的相机 从而让你的照片质量就会提升 这个你要明白 然后呢 你喜欢什么就去买什么 人生的意义从某种程度来说 就是折腾 好吧 所以同学们掌握这些信息的过后 继续折腾 生命在于折腾 拜拜 记得订阅龙门镇摄影联系剧 好节目最后 插播一下自己在线下做摄影教学团的信息 风景摄影的和野生动物的 首先讲野生动物 在今年底12月10号到20号这11天 我会在肯尼亚组织大家拍摄野生动物大片 我会全程在现场和大家分享野生动物摄影的一些经验 以保证最大程度出到野生动物摄影大片 12月份的肯尼亚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 喜欢拍摄小狮子、小豹子、小羚羊 拍到那种比较温馨的画面 可以选择12月份到肯尼亚 今年我一共是组织了5个肯尼亚的野生动物摄影团 前面三个是正在进行时 11月底野生动物摄影教学团三营是已经全部满了 所以抱歉 四营还有最后几个位置 所以想要去拍大片 一起和可乐的同学记得抓紧报名 好 早上就是风景摄影 在10月底、11月初 我会组织大家在美国西北 波特兰、俄罗冈这附近拍摄绝美的风景摄影 红夜大片 我会全程在现场做摄影指导 这两个行程一个是五天的一个是四天的 五天的这个三营 现在好像还剩最后一个位置 四营还剩三个位置 所以位置不多 如果有兴趣的想要一起和可乐拍大片的同学 记得抓紧报名 详细的行程和价格 还有行程介绍、报名方式 可以查看评论区第一条 或者你直接公众号搜索 自然摄影师雷宇找到相关的行程 OK 打扰大家 拜拜 拜拜